当我们面临任何事物的时候 第一步 我们一定要提醒自己 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我有什么 我生下来灌溜溜的 一件衣服也没有带出来 我的身体法夫都是受之父母 都是父母给的 所以一个人一定要体认到 连我的身体都是身外之物 然后你就进入第二步 客观去了解这个事物的本性是什么 只有在这种心态之下 你才有办法很冷静的 没有欲望的引诱指引都没有 你就不会有主观的一种执着 你在这个时候 那个事物的真相 它就比较容易如实的选项出来 因为我们一般人都是很主观 都是戴着有形眼镜 都是以你自己的想法来看那个东西 那是不正确的 所以你必须要告诉自己 这都不是我的东西 你就冷静客观公正 这时候有一个东西会出现 就叫道心 那就是道的能量 在指引我们去了解这个事物的本性是什么 这样一来 你就会比较合理的去面对它 去处置它 第三 讲授过程 结果你计较它跟着什么 当你处置完以后 你要再退回来 再一次的提醒你自己 我原本无一物 我又没有什么厉害关系 得的就是得的 没有得的就是没有得的 给我的就是给我的 给别人也是给别人 有那么必要去生气吗 有那个必要去争执吗 有那个必要采取各种手段来明争暗斗吗 没有必要 因为什么结果你都是可以接受的 这就符合我们所讲的 一切是那个过程比较重要 我过程已经享受过了 那结果呢就显得不重要了 你看一个很好的珠宝 你欣赏过的 那个价值你已经有了 至于最后放在哪里 你计较它干什么 真的放在你这里 你晚上还睡得着呢 那你不如放在别人家 你自己反而轻松 这样各位才知道 为什么最珍贵的珠宝 最后不会放在任何人的家里面 都是放到博物馆里面去 都放到博物馆里面了 就好了 就好了 我先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